詞曲 李宗盛 我最有印象的角色 應該是暗夜守護者 飾演梁敏斯、Maisy 這個角色 其實這個角色 就是我很感謝的一個監製找我做 因為當時我是訓練班 剛出現的第一個 有第一個個案的角色 然後這個角色是一個16歲的高中生 他家裡是很可憐的 爸爸媽媽離婚,然後家裡又窮 加上爸爸又不會寄生活費給家人 所以很多家裡的經濟負擔都去了我身上 我還要照顧兩個弟弟妹 其實這個家庭挺可憐 作為一個姐姐 她很想要賺錢給弟弟妹 變成她誤入歧途,又吸毒 最後竟然是因為做PDGF而被殺死 我覺得這個角色很有挑戰性 然後也在拍攝令我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當時我都是一張白紙 完全不懂得演戲 很感謝導演和導演 他們都會告訴我 在某些位置要怎樣做 變成其實在拍攝的過程 我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我自己也不怕被人定型的問題 因為我始終覺得人怎麼都會長大 可能我現在還是像小朋友一樣 我可以繼續做一些中學或大學的角色 但其實隨著年紀的轉變 其實就算我不想也好 我都會繼續變成熟 甚至可能變老 其實我無論怎樣也好 只要我一直留在這個演藝圈裡 我始終有一天都可以做到姐姐 或甚至媽媽 如果再繼續做演員 原來她說不定我可以做到阿婆 可以演到Emma 婆婆 這個角色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可能現在這個位置 自己再累積多些經驗 可能就算我前面也是做Maisy 我也是16歲 但可能接下來一直做的 都是高中生的角色的時候 但每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家庭背景 會有不同的性格 其實一個年紀未必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去決定你要怎樣演繹這個角色 然後另外你問我 我最想嘗試甚麼角色 我想我會嘗試做一個很衝動 或者很意志堅定的角色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動畫 然後動畫的主角 經常都會很充滿夢想 然後很熱血地去做 可能是打壞人 我覺得好像挺棒 而且我小小的 有時候可能做一些沒有打的動作 可能有一個反差 觀眾可能也會喜歡也不一定 就是這樣 現在回想起我合群組合 覺得最搞笑的位置 應該就是我們整隊樂隊 那時候我還未入行 我們就去參加了一個音樂比賽 比賽的決賽是在沙灘舉行的 我們就覺得難得來到沙灘 不只是合群組合比賽那麼洩 當然要游泳 然後享受陽光與海灘 然後我和另外一個女生 我們對樂隊是兩個女生 然後三個男生 我們兩個女生就穿泳衣上台 彈結他和唱歌 完成了這個比賽之後 馬上跳到海灘游泳 我覺得這個是挺棒的 然後變成整個評判在前面 他們就說 我很喜歡你們… 不是說我喜歡我們的歌曲 我很喜歡你們對樂隊會穿泳衣 又說因為我們不是完全比堅尼 我們也有見日本和風的語跡 男生也好女生也有穿的 評判會覺得我們的服飾很統一 而且很吸引 但對於這首歌的評價 就好像失敗了 覺得挺搞笑的 有啊 我現在保持著 超級勤力地練結他 只要每天一有時間 誰都會逼自己拿起結他 因為始終現在也出道了 而且大家也有機會 可能已經聽了我這首新歌了 這首新歌就是我自己作曲 和我對樂隊一起編的 當時我負責電結他的部分 所以也練了很久 另外如果有機會播放直播 我也會想自彈自唱給大家聽 我這首歌的歌名叫做圓壁 為甚麼叫圓壁呢 其實是由中文來看 圓壁這個字 大家可能會聯想起圓壁龜照 其實我也是想認識這個意思 在這個成語裡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物品 就叫做和士壁 這個和士壁其實是一個國家裡 很重要和很貴重 很稀有的一個叫做壁肉 另外這個圓壁其實是日文的漢字 日文就叫做做CAMPIKI 就是完美的意思 這是我們第一首歌 亦是比起我的感覺 就是我也會想跟樂隊說這件事 就是我會當他們是一個很珍貴的東西 而且我會覺得 只要大家在一起做的東西 就是完美的 有一點喜歡者的感覺 另外這首歌的曲風 都是偏向日本的J-Rock動漫感覺 而且中間副歌的部分 我們也找了我的歌曲 它是一個副歌曲 是日本混合香港的 他日文很擅長 幫我填了幾個日文的歌詞 令日本的風味更濃郁 就是這樣 整首歌曲的歌詞 大概都是說我的追夢歷程 很小的時候已經配樂隊 中學已經開始 一直都很想出道 或者很想做音樂 但內河中間也遇到很多難題 亦發生了一些不開心的事 到最後讓我這麼幸運 讓我遇到現在這隊樂隊的那麼多位 整件事就是我的追夢過程 以及我遇到他們的喜悅感覺 希望我們可以做完這首歌後 會有第2、3、4、5、6、7、8、9、10 直到永遠 我們可以做完這首歌 因為我之前寫的小說 其實只是我整個故事的一小部分 我只能說一提我的小說 我只能說天賜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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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之一都未有 然後因為實在太多劇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再加上自己有點懶 所以我的連載步伐就變慢 然後其實自己保持著 也在作用這個故事 然後也保持在乘車 或者有空的時候也要繼續寫 我想接下來這個動漫節的同人展 應該有機會可以真的出到第二本 也叫做千恥之智 就是這樣 A…到A 我想挑戰這個音樂劇 因為我覺得音樂劇好像很好玩 又可以演戲、唱歌 還可以一大群人一起 有時候可能會跳舞 我覺得挑戰性很大 而且會很開心 真的是這樣 我會想試英倫電子 因為自己從小到大都玩 日系搖滾 已經玩了差不多十年 所以已經開始覺得有些… 轉一下其他曲風也好像不錯 還有…這個英倫電子也挺輕鬆的 有時候可能… 即是… 在休息時聽聽好像也不做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版了 Couber Bass會有我Yuki 羅悠儀 大家快點去買吧 Couber assemble